好 这个诈骗手法是推陈初心 但所谓魔高一曲道高一丈 凤陵警分局开办警合专案 就特别结合了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 办理了花年县第一场的宗教选职 牧者防诈种子教官研习 透过宗教团体的资源 来提升社区民众防范诈骗的能力 以往都是站在教会祭台前 宣讲福音的教会神职人员 或牧者今天奇迹于一堂 不过他们可不是为了宣讲教会的福音 而是来和警方携手合作 防诈试诈 成为教会里的防诈种子教官 很反合就是因为 其实也都有发生过 是差一点这样这样的 就会有那个小片的那种 就马上我的做法就是 就不理就不理这样子 他也听了一些 也在那边在 新闻上有碰到的一些 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蛮实用的 特别这几年来 很多大片案件 被净毒了 会造成一些困扰 甚至也有人真的受骗了 这次凤林分析人员 就是让神职人员可以来参与这个 反诈骗的宣讨 其实对 不管是地方上 对教会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但所谓摸高一尺道高一丈 凤林警分局开办警合专案 结合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 办理花莲弦第一场宗教神职牧者 防诈种子教官研习 透过教会人计分众与团契活动 向信众宣导达成 试诈反诈知识 入村入礼入林的目标 将反诈骗观念深入地方 增强民众自我防范能力 有效杜绝诈骗犯罪的发生 诈骗不仅对个人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更对社会自然稳定造成威胁 通过与宗教团体合作举办 种子教官联系 协助各地教会培训防诈种子教官 再通过教会人计分众与团契活动 向信众宣导达成试诈反诈知识 入村入礼入林目标 将反诈骗观念深入地方 增强民众自我防范能力 有效杜绝诈骗犯罪的发生 亲自主持研习座谈的分局长江世宏 会后也亲自颁发警和专案 犯罪预防宣导种子教官评书 给侠内各教会及天主堂的牧师、长老、传道士 以及神父共46位 表彰他们对于社区安全的贡献 以及未来在防诈宣导工作时 具足情重的地位 记者是玉兰凤林采访报道